网上热传着这样一段视频 事情发生在广西靖西市龙潭湿地公园 视频中一名白衣女子 不断地在给一名溺水儿童进行心肺复苏 周围很多人都觉得孩子很可能没救了 可是那名白衣女子仍然奋力进行抢救 最终让人欣喜的事情出现了 孩子渐渐地恢复了呼吸和脉搏 事发后经过多方打听 记者找到了那名救人女子 视频中一名七八岁模样的男孩 躺在岸边已经不省人事 身旁的一名白衣女子 正在不停地按压她的胸部 实施心肺复苏 最终男童成功获救 但是救人女子没有留下姓名 就匆匆地离开了 后来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 记者终于找到了救人女子 原来她是医院的一名美女护士 而刚刚下夜班的她 也向记者讲述了事发时的 惊险一幕 那天的话我带我儿子去河边游泳 然后的话当时的话 就一会儿听到一个有人在呼救 然后看过去的话 在河中间那里就有一个中年男子 他就看着一个小孩子走过来了 据了解 男孩被救伤案后 韦小红当即对他进行了检查 发现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当时的话那个小男孩是毫无意识的 而且嘴唇也是比较直干的 然后出一个本能反应 我就给他进行了一个心肺服输 在按压两个回合后 看到小男孩逐渐恢复了呼吸和脉搏 意识也渐渐清醒了 这时韦小红才放心地离开了 随后韦小红救人的视频 被发到网络上 不少人都为他的建议勇为点赞 面对赞扬 韦小红说功劳不属于自己 当时跳水救人的男子 以及周围一起帮助的群众 都像暖流一样温暖的人心 体现了社会的大爱 其实每个人都是尽自己的所能 来为这个正常传递的 在这里 让我们为白天使韦小红 以及那些热心的群众们 点个赞